自购器材与装备的两种大功率电台联网实现了师指挥所在300公里内直接指挥倒影的目标 雷达 方向盘 夜视仪 声测仪是炮兵部队沿用多年的侦察器材 他们反应速度慢 作业时间大多在两分钟以上 不适应炮兵快速反应的要求 张奇斌从93年开始研究改造这些器材 他们把四种器材获取的模拟信号通过数模技术变为数字信号 传给计算机自动处理后传给火炮终端 使火炮全天候全时辰的火力反应速度均缩短到一分钟以内 这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和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张奇斌组织和参与下 炮兵师这几年取得的130多项科研成果 对提高部队战斗力起到了重要的牵引和推动作用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和夫人朱林 昨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科特迪瓦国民议会议长 埃米尔布鲁和夫人安杰林布鲁 请报道 李鹏说 1986年我以副总理身份访问过科特迪瓦 受到贵国政府和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 虽然十多年过去了 至今我仍怀有美好的回忆 他说中科虽然相距遥远 但都是发展中国家 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他相信布鲁议长此次访华 将进一步加强两国业益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 李鹏说 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科特迪瓦保持了稳定的政局 所以经济发展的比较好 他主席的访问给予了高度评价 访问中 李瑞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悍然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造成多人伤亡和管设严重毁坏这一事件 多次阐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立场 郑婉通说 在谈到当前国际关系时李瑞环指出 求同存异平等互利是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条件 也可以说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郑婉通说 在谈到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时 李瑞环指出 发展中国家要顺应潮流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同时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 循序渐进 扎扎实实 稳步前进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扩建工程竣工开放仪式 今天在上海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纪念馆 扩建竣工提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 在竣工开放仪式上 为江泽民总书记提词揭牌 近看报道 扩建工程的新建筑 位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西侧 占地面积715平方米 建筑面积2316平方米 与纪念馆的建筑风格相同 保持了20年代上海典型的 石库门民居的建筑风貌 扩建后的纪念馆展览厅的面积 比原来扩大三倍 展出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物 史料和照片 其中许多文物是首次与观众见面 陈列厅还专门开设了 在这